我在選前的黃金中你可以看到這三黨的分別 他們都這個在南台灣這邊的來拼選戰 我們先來看到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那是從台灣會這個屏東的東港出發 要展開全台的大車掃 那麼一路就向北象徵者要前進總統府 那麼跟北部出發的蕭美琴呢 能夠做一個南北串聯這樣的意象 賴清德就講說因為當年的總統蔡英文 他也是走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勝利之路 那麼也呼籲選民要共同來完成最後一頂路 選前黃金中副總統賴清德全國掃街行程 從台灣南端屏東一路向北 陪同平南黨籍候選人徐富奎 站上掃街車第一站先從東港東龍宮出發 所到之處民眾熱烈 夾到歡迎搖起吶喊 賴清德也開心地跟大家揮手致意 會選擇屏東出發 因為不管是八年前還是四年前 蔡英文都是走這條勝利之路 南台灣的民眾的支持以外 一路得到中部的支持 北部民眾的支持 共同完成歷史性的使用 車櫃掃街 專線超高人氣 而對手頻頻攻擊 賴清德 台南安平購入的房產 疑似炒作他則回籍 至於選舉逼近 國民黨聲稱要集中選票 侯康佩卻又說選上後會要白銀組聯合政府 賴清德看在眼裡極其矛盾 並不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謀求的是個人跟政治的利益關係 大家只要看一看軍業之亂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賴清德全台春嫂行動 屏東一路往北 行進高雄鳳山三名左營 再持續往台南前進選前倒數走遍全台 希望贏得最後的勝利 今天評論高雄 綜合報導